继续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到了枪击之后 首度公开露面出现在共和党拳戴会上 川普呢是在美国当地时间15号的晚上9点 现身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天的活动 可以看到他现身的时候被枪击受伤的诱饵还抱着纱布 但是呢其他的部分看起来没有大碍 气色也很好 而他抵达会场之后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 但是他只有坐在观众席上也没有发表谈话 大约待了一个小时之后 就在支持者的欢呼声当中离开了现场